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晚上好 我是红伟祥律师 这里是翱翔天际谈古今 论道理的第31次直播 也是我们MCO之后开工 正式开工之后第一次的直播 所以我们直播都换来星期二了 大家记得正式直播 一个星期一次的正式直播 就在星期二 拜六礼拜会不会有喝酒直播 其他天会不会有喝酒直播 是不固定是非正式的 如果有我会有预告告诉大家 可能在Facebook举行 但是星期二的固定直播 一定是在YouTube 所以现在是我们第31次的正式直播 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现在进入第三个讲题 就是极打州变天倒台 极打州变天倒台 我看到有人留言 就说穆克里没有用了 穆克里在自己的大本营 都不能确保政权稳定 他还有什么用 这个人没有用什么 老实说穆克里确实并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人 确实不是 如果他不是老马的儿子 他也不会当上大臣 也不会当上副部长 老实说 这个就是我跟我评论 安华的女儿一样 不要以为安华的女儿很雄才大略 也不是他可以串生的这么快 不是因为他特别厉害 特别聪明 特别有手腕 是因为他是安华的女儿 就是这样子罢了 但是你不能因为极打州政权倒了 你就说 穆克里很蠢很差 没有号召力 这是错误的 为什么 我 我当时留言就有回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独有有看到 我回复那个讲这个人的话 也是我们的铁粉 我就说你换一个方式去想 极打州是政权最脆弱的州数 因为他大选的成绩是18比18 所以他比霹力州还脆弱 霹力州有两席的优势 比马六甲还脆弱 比柔佛还脆弱 最脆弱就是打河的极打州 可是极打州拖了两个月才倒 你柔佛是几时倒的 三月头就倒了呀 霹力是几时倒的 慢了一点 但是也是三月的时候 慢是因为那个州大臣 在那里想要倒向左边 还是倒向右边 然后马六甲其实倒的 都很早就倒的 所以你转一圈来看 明明是最脆弱的政权 反而多守了两个月 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是不是穆克里 因为穆克里的个人声望 才守多两个月 所以他是有声望在那边 而且像我说的极打州是最脆弱的 西蒙这么多个州里面 七个州里面最脆弱的 因为打河 然后倒台 开第一枪的并不是土团的议员 你要穆克里怎样去管公正党的议员 他是管不了的 倒台是两个公正党的议员跳槽 所以你把倒台的罪责押在穆克里的头上 是不公平的 但不代表他是雄才大略 老实说也有独有问我 问我评价穆克里在极打州务大臣的任上 是做的好还是不好 我说无功无过 没有什么大政绩 但也没有什么大错误 算OK 但不算是非常好 因为没有什么大攻击 就是这样子罢了 因为他也不是雄才大略行的人 他就是守成行 消归潮水 这样子蠢蠢的做下去 所以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说的 看事情要多角度啊 不要看得那么表面 政府一倒台 你就说 哎呦穆克里没有用 自己的大本营也赢不下 你要知道穆克里 土团在极打州其实只有5席罢了 在极打州只有5席 西蒙在野党的最大党是公正党 有8席 公正党有8席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相信我应该没有记错了 因为今天中午 我才refresh了一下memory 看报道的时候有refresh 所以最大党是公正党啊 所以极打州倒台 跳槽的是公正党 最大党是公正党 最应该谴责的也确实是公正党 这个是事实来的 大家不要认为讨厌老马 老马当然很值得讨厌 他的横党主义 他的种族主义都很值得讨厌 但是不要像我说的 我不要先入为主来看事情 也不要片面看事情 这个例子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 跟大家讲解了这个 我们就谈一下变天的幕后黑手是谁 其实我写了很多篇文章 大家有follow我的文章 都应该知道幕后黑手是谁 不卖官子就是伊党 为什么伊党 绝对是伊党是幕后黑手 因为伊党第一 曾经在极打州执政过 他是极打州的执政党 所以他肯定很想夺回这个马来人 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州数 第二 极打第一大党是谁 公正党巴西是第二大党 第一大党是回教党 就是伊斯兰党 我没记错的话 他好像有15席 差不多是公正党的一倍 所以他是最大党 他想做这个州的大城市 名正言顺的事情 名正言顺的事情 所以他当然很想夺回这个党 尤其是在国盟上台西盟倒台了之后 他们肯定很想见风插针 而且他们也很有实力可以见风插针 像我说的 不像楼佛不像霹雳 其实一席之争 一席都其实是西盟占有势的 你国盟要上台你要挖脚跳槽 但在极打其实是打平的 只要苏丹首肯 所以之前国盟政府一成立 穆克里有去觐见苏丹 伊斯兰党的领袖也有去觐见苏丹 只要苏丹首肯 认同伊斯兰党说土团分裂了 所以虽然我们只有十八席打合 但是对手已经没有十八席了 因为他们已经分裂了 土团是不是还支持 公正党是不是还支持慕尤丹 因为土团已经不在西门里面了 所以他没有十八席 而我还是有十八席 所以应该给我做大枕 但是当时苏丹没有同意这样子的观点 所以这个政府还继续守下去 守多了两个月 这个就是穆克里的个人为妄 我老师跟大家说 你从这里你应该认知 穆克里在吉他州有一些个人为妄 当然这个个人为妄 极大的因素也是老马所带来的 老马在古邦巴树在朗嘎威经营了很久 那是他的老巢 他的地盘就像项羽的蓬城一样 所以他的影响力在那里 但是回教党就是很想夺回这个政权去 他绝对是幕后黑手 有人说老穆就是我们的首相穆尤丁 是幕后黑手 我跟你说绝对不是 除非穆尤丁跟安华一样头脑被门夹到夹傻了 吉打州换政权对穆克里是一点好处都没有了 第一因为土团现在虽然土团分裂 但吉打州的首长吉打州的州务大臣 还是属于土团的 还是属于土团的 穆克里子还是土团 穆克里子都没有跳槽都没有退党 所以土团还是他的 他如果去撤动这个造反给伊党上台 不是平白壮大了伊党 所以第二点就是伊党上台对穆尤丁一点好处都没有 在联邦层面我们看到穆尤丁是在围堵着伊党 这个我之前分析过 大家可以看一下 部长宣布的时候 我说最大的输家就是伊斯兰党 大家可以去看 所以他是在联邦的层面围堵着伊党 他不可能让伊党的势力在周承应去扩大的 所以对穆尤丁一点好处都没有 这两点 当然还有第三点第三点是什么 就会激化跟马哈迪的矛盾 很多人会说他们的矛盾不是已经激化了吗 你错了 从头到尾都是穆克里马哈迪在攻 穆尤丁完全没有攻过 你看 穆尤丁表面上没有批评敦 当然穆尤丁下面的马仔很多 有批评顿马 批评穆克里 批评塞沙迪 但穆尤丁从头到尾没有批评过这些土团的游离派系 马哈迪的派系 这个就是穆尤丁厉害的地方 穆尤丁深层的地方 他让他的马仔去做 他自己做和事老 还写信给顿马 叫老马回来 还遵从老马 然后不挑战他的本阿鲁系的位置 这些就是穆尤丁厉害的地方 所以穆尤丁可以当上首相 当然有侥幸的成分 有一点点运气的成分 但最主要还是手腕还是能力 最主要还是这一点 所以以上这三点 就说明绝对不可能是穆尤丁去做的 然后之前说沸沸洋洋 传的沸沸洋洋说要开会开除马哈迪 我在我的留言有一位读者说的信誓旦旦 说明天马哈迪一定会被开除 他们就要开会了 其实这些要开会的人都是穆尤丁的马仔 都是穆尤丁的马仔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是穆尤丁 除非穆尤丁傻了 除非门被夹到 那个留言 我有放出来大家可以去看 都在那里 我有一个文章有提到 不然他不会去这样子公开开除马哈迪 这对他是很笨的 送子弹给对手 如果因为现在他是占优士的 他在讲党选占优士 他都可以名正言顺的打败敦马 打败老马 打败老马的儿子 为什么要用下山烂的手段开除他们 不让他们来竞选 所以是很愚蠢 送刀给对方 这个愚蠢就相当于纳吉 撤除土团党的标志 冻结土团党来注册 记得吗 那时Najib一冻结土团党来注册 我非常开心 我马上就写了一篇文章 纳吉搬了一块大石头来砸自己的脚 他会自食其果 结果也真的是 道理很简单 如果你大选会输给土团 你冻结了土团的注册 促成西蒙 用一个标志竞选 促成更紧密的合作 你说你是不是蠢 如果你本来都赢 如果你会输 纳吉如果会想 如果你会输 你撤除了他的标志 冻结他们的党是没有用的 因为他们反而会更紧密的团结 你把子弹送给对方 你输会输得更长 如果你本来就赢 那你为什么要去多持一举 为什么你都赢了 为什么要多持一举 去冻结他们的注册 其实很愚蠢的行为 我当时马上就写了一篇文章 说纳吉很笨 大家可以去找回那篇文章 应该在我个人那里 有时间我也找回给大家 所以在那个留言串 我跟我这位独有 他也是很理性的读者 他后来也给我说服 被我说服后不久 新闻就出来了 我比新闻快大概一个小时 我就share给他 我跟你说一个消息 明天的会议取消了 然后他 他已经认同我的了 所以他也说是对的 我在跟他讨论的时候 我就问他两个问题 你因为他提到慕尤丁在卖官来收买支持 就是分猪肉分资源来让大家都支持他 所以我就说你说慕尤丁卖官来得到支持 但是能赢 如果能赢 为什么他还要开除老马 没有开除的理由 就跟刚才说的一样 然后我再问他第二个问题 然后他比利菲雷说了很多 我又问他第二个问题 如果慕尤丁卖官了还是输 那开除老马又有什么用 完全没有用 老马随时可以成立新党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后来也证实了 当然土团这个会议取消 其实除了我相信是慕尤丁施压 慕尤丁也施压 因为他也违反社团注册局说不可以开会 所以社团活动必须停止的情况 这个我最早就说了 包括公正党 安华开除这些清党行为的时候 我是马来西亚第一个 还没有人讲 就算被开除的人都还没有意识到 我就在直播讲 这个可能是违反的 因为社团注册局已经说 你不能够开会了 停止所有社团的活动 但你不只开会 你还开除人 然后我这样子说了之后 第二天才有这些议员说 违反党章什么 然后安华还自己承认说 你跳槽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想违反党章 现在就怪我们来违反党章 默认了自己违反党章 所以是非常愚蠢的 后来那天喝酒直播 我不是跟收到 我不是说收到一个公正党的产信息 原来是我某位在公正党法律局的朋友 他发给我 他跟我解释说 确实有点漏洞 但是他们已经尽量遵守了 然后他就说遵守什么条文 什么条文 41 43 我就跟他说 名字是谁我们就不要说了 反正是公正党法律局里面的人 我就说 是你可以说你符合党章做这些东西 但是党章是模糊地带 他说中委会可以决定用什么方式开会 但中委会几时决定的 现在MCO的情况 中委会可以做决定吗 可以开会吗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模糊地带 我并没有说你必定违反党章 我说可能 但这个可能就可以弄死你公正党 只要有人去举报 当然没有人去举报就没有事了 这些人去举报说公正党违反党章 现任的领导层是出问题的 是错误的 社团注册局在谁的手上 就是土团的总秘书慕尤丁的人 他冻结你或者是要求你重选 你就去荷兰了 公正党就去荷兰了 大家还记得之前行动党重选的情况吗 因为也是有党员去投诉说算票算错 然后后来自己改 所以这个程序上是错误的 结果社团注册局的决定是什么 决定整个党领导层重选 重选还要用回上一次党选的会员资格 所以很多已经没有已经退党 已经跳槽 已经被开除的党员 又可以回来投票的 如果如果公正党面对同样的情况 大家可以想一下那个现象会多乱吗 用回上一次党选的会员资格来党选 代表什么 代表阿志明 巴鲁比安 还有他们的马仔 还有这些被开除的三百多人 被警告的六百多人 全部都可以回来投票 你想对公正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公正党就完了 所以不要做这些蠢事 把刀送给敌人 真的不要做这些蠢事 我希望没有事情发生 有事情发生 也不关我的事 不是我讲的 我这种小人物 并不能主导事情的发生 我在这里做的是分享给大家 给大家知道 好第三个讲题讲完了 也讲完了 也讲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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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